看一下这位圆主的手 手色非常白皙 正所谓长白如玉者贵 坎宫非常饱满 所以圆生家庭条件是不错的 但是词长有两处破格的地方 第一就是长长直短 直为龙长为虎 虎吞龙反其道而行 做事容易反复无常 比较操劳 同时中指长度偏低 中指为主 四指为宾 主宾不分 代表其人做事 少有些急躁 性无奈凡 缺乏毅力 这一点从智库线也可以判断 智库线弯曲不直 同时智库线中间出现了一个倒纹 智库线弯曲的人 比较缺乏持久力和忍耐力 所以说在做事情的时候 往往很着急 看到结果 这种心性并不利于事业 所以说比较适合找一份自由行业去做 短时间之内看不到成果的行业 最好不要轻易去触碰 可以试着做一做销售 或者是一单一结的这样的行业 这位圆主的感情线 在30岁左右这个流年 出现了断开 很多人都问我 感情线断开是不是一定会二婚 实际感情线断开 并不一定会发生二婚 但是在婚姻感情之中 比较容易出现 口舌争吵 或者两地分局的这种可能性 这个是需要结合脑线 婚姻线 以及生命线综合去判断分析 才可以得出准确的结论 这位圆主的脑线上面 出现了一个倒纹 感情线的断开 配合上脑线这个倒纹 可以断定这位圆主在婚姻感情上 必然会发生分手 而且失败的感情 直接影响到了自己的精神状态 这位圆主的掌纹很浅 掌纹浅的人缺少城府 而且自己的精神状态 容易受到别人的话语 和外在环境的影响 心性较为敏感 所以说失败的婚姻感情 对他来说影响非常大 建议这位圆主 要多培养自己的情感顿挫力 同时尽量晚婚为好